登登! 這個就是Dyson Tour Coupe 有人在家這樣子做的嗎? 這是我家裡面帶來的 朋友! 有沒有看到它的Mitter直接是飆上去 紅色那個是非常不健康的Level 啊好大風 哈囉我是可恩 上次我們就開場了Dyson Eric 那這次就要開的是 剛剛才拿到的Dyson Tour Coupe空氣淨化風扇 DP0字 讓我們大力的吸一口氣 Malaysia空氣真是 我怎麼吸氣這樣醜 沒有人吸氣可以吸到美一點 登登! 這個就是Dyson Tour Coupe 它其實是2018年的款式 它跟上一代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它多了一個Screen 那Screen的用處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讓你看到當時的數據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空氣不好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東西的過濾方式呢就是用 350度的HEPA濾網加活性碳濾網 350度的好處就是幾乎沒有死角 幾乎沒有死角的話就是可以過濾掉99.9%的 PM10 花粉和過敏原 PM5 細菌和美菌 PM2.5 空氣中的小小成立 PM0.1就是比PM2.5更小 20多倍的超威力 甲醛 甲醛那種是剛裝修好的物質啊 地毯啊地板才會有的 還有就是味道包括了炒菜煎魚 開GASW的那種二氧化碳 都可以被它過濾掉了 出來一個清新的空氣給你 噔!現在我們要來開店了 Power button在這邊 當然你除了按這邊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remote control 你可以看到當你一開機之後呢 它這邊就可以開始做工啦 screen這邊就有字了 可以看到剛才我們講的PM2.5啦 PM10啦 還有VOC啦 還有甚至是有這個 溫度還有濕度計 還有這個就是可以看到你的濾網的壽命 很大方我們觀賞 風一點 7 6 5 4 3 2 1 基本上它到了第四度的時候 就會自動變成一個靜音模式 非常安靜 現在好像開了好像沒有開這樣子 乖 測試開始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Dyson Pure Cool 能不能把空氣弄乾淨 Dyson有人跟我講喔 它這邊是有一個sensor的 這個sensor就是可以detect到 gas啊噴霧啊 紫水啊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我要在它的空氣 隔壁獅子 看一下它能不能detect到紫穴 然後看它有什麼反應這樣子啊 吃吧 有人在家這樣子做的嗎 OK剛才我們test獅子 你覺得不夠爽是不是 就是我們現在來test噴霧 這是我家裡面帶來的 文油 所以我們是要在它隔壁噴一下文油 看一下它有什麼反應 剛剛有沒有看到它的Meter 直接是錶上去紅色 那個是非常不健康的level 但是過了一下喔 它的數值就會慢慢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所以最後就變成原本original的那個level 代表它已經進化完成了 而且喔它這個screen喔 在你睡覺關燈之後 會因為周圍的燈光按下來 它自己也會跟著按下來 所以你睡覺就算你放在床邊 也不會太刺眼 現在就到了Dyson Pure庫的賣點功能 第一 可以350度旋轉 你可以自己setDyson Pure庫的旋轉角度 比如說 45度 90度 180度 甚至是350度 或者是你可以用手自己去轉它 也不會壞的 而且下面這邊也是可以調角度的喔 比如是朝上或者是朝下 根據不同情況 你想要怎麼樣摧就怎麼樣摧 第二 自己control風向 有時候你不想那個風到好到明天 吹在你的臉上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調風向 現在它原本是正面出風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換成後面出風 沒事了 我的頭髮回來了 第三 可以連手機 現在的智能家具產品正常來講 都是可以連手機app的 這個Pure庫也是一樣啦 只要你去登録了這個Dyson Link的app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手機來control remote 黏回去頭頂啦 這個Apple可以給你control 你的家的這個進化器啦 比如 風扇 開大風一點 開小風一點 Auto mode Night mode 也可以給你看看你的家 跟外面的空氣指數對比 比如外面溫度多少 然後你這裡裡面的溫度多少 這樣子給你看到那個對比 另外還可以給你 set timer啦 或者是記錄你的空氣報告啦 甚至是可以提醒你即使要換filter等等 這樣如果你對這個Dyson Pure庫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到Dyson廣看看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我是可能下次再見 拜拜 我是開箱喵 一個愛科技愛開箱愛貓的小女生 嗚 我是開箱喵